好 早安 好 早安 濕疹的時間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 我以前濕疹的時候 日常生活有什麼小事 要注意 首先 不要拒絕 之前也跟大家說過 設計不要拒絕 但是如果真的要拒絕 怎樣呢 忍不住我也知道 很難忍很難忍 首先要先剪掉所有指甲 不要留指甲 因為你的指甲會 弄損得更快 嬰兒的話更加要 戴上手套 讓他自己不要拒絕 剪指甲這件事非常重要 剪完之後 最利害的時候 就要刮 滑 這個就是指甲 第二 就是睡覺 睡覺方面 大家要養成一個習慣 就是千萬不要捱絕 捱絕也是會令到你的濕疹惡化 大家一定要保持佛系 佛系的心情 千萬不要心情差 我知道其實 吃開雷骨唇 其實你如果說戒緊 或者吃雷骨唇 其實都會令到你會有少少 輕微的抑鬱 或者會有些不開心 有些抑鬱 總之我明白 這些可能是因為賀爾蒙的關係 就是 大家就找些東西去放鬆一下 其實 因為心情真的影響濕 長期在 我基本上如果我一哭 或者什麼的話 那些濕疹就會 我現在當然沒有 我現在很穩定的 然後就是要多喝水 說的是超多 我是一個 我媽媽不叫我喝水 我不喝水的人 我身邊的人都發現了 這個情況 就買了這些 咄咄的給我喝 那我就這樣 有空咄咄咄 其實你是要給 正常人喝8杯水 那你其實是要給其他人喝得更加多 因為水是一個介質 是給你 我會你的傷口 那之後呢 就是多一點做運動 那其實我也知道 其實濕疹的人 大部分呢 都是不喜歡做運動的 可以像游泳一樣 碰到一些 綠水呢 乾啊 或者之後會再癢一些 如果是跑步的話會出汗 出汗又會很難 那 為什麼要做運動呢 首先 濕疹是一個 你免疫的系統 一種過剩的一件事 那其實你是要 調整你的免疫力系統 去一個好感態的時候 其實你一定要是做運動的 那就會引伸到一個問題 就是汗水的處理 那首先呢 你一定要出汗才會排毒的 那但是你又很怕出汗 那是怎樣呢 那我通常就會用 一些喪心粉的 泰國有隻牌子的喪心粉 都很好用的 那就選擇沒有味的那一隻 它有點薄白 會涼一點 但它就會變成你的皮膚很乾 之後你就要拿點水洗 然後之後呢 再補濕這樣 那但是你就止了一層汗 記得要洗澡 洗澡又不要用熱水 那接著就是 你床單的選擇 那床單就有什麼可以選擇呢 或者是有些毛毛那些的 那就主要選擇呢 就是選擇吸汗 接著呢 就可以怎樣處理呢 其實沉滿也是會令到濕疹 很難受睡覺的一件事 那你就可以買一些 在CENSE有賣的 就是給Pillow 和Blacksheet那個噴霧 就是除滿的 那就非常之好 以前也有用過一段時間 接著呢 就可以用那些吸滿的那些機 那 就我用Dyson的 以前呢 我媽媽就會怎樣處理那些毛巾 和床單呢 毛巾呢 我們就每天洗一次的 那 之後呢 床單就兩星期洗一次 或者一星期洗一次 那之後就要用自己 用燙豆 就是不是蒸氣那種濕是不太好的 那就是要用熱的那種燙 就是這樣拿的那種燙豆 就燙了整個床 然後殺掉那些塵滿 接著呢 就是 衣服的話呢 就是如果你做運動衣服 平時也是 衣服的話呢 就盡量選一些綿質的 千萬不要選羊毛 因為羊毛其實它會有些飛起 那些勾勾 會勾住你的皮 就會令你很癢的 之前有個看我的影片的 訂閱者呢 就跟我說 聊過天的 就說他家裡用那些放濕機 吸濕機 那如果關於放濕機呢 就 其實 不是每個人說用完之後都可以舒緩 就是因為其實 每個患者對濕度的要求都不一樣 那你就要看一下自己 哪些日子我的濕疹是特別好的 那你就可以 就是特別 沒有那麼厲害的時候呢 那你就可以看一下 天的報告看一下那一天的濕疹 那一天的濕度呢 是多少度的 那 如果是 那你知道大概的範疹是多少度的話呢 你是不會那麼厲害的 那你就可以用濕疹機去 去調整你家裡的濕度 那如果是不夠濕的話 你才用放濕機 而且放濕機呢 盡量裡面的水 都不要用水喉水 因為水喉水裡面呢 其實也不是特別乾淨 那要不就用煲過的水 或者用蒸餾水的 如果你基本上睡得好呢 濕疹 你距離 屯尾濕疹的 就 又 又 踏出了一大步了 好啦 今天就說了這麼多 其實如果有些什麼要問的話 你們可以直接在 留言 那我就 會 盡快回答你們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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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